大家好,欢迎收看志愿书香,我是宁希,喜欢请您关注我,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志愿书香最新的节目。 朋友们,如果我们来说说哪本书是您心中最美的,您会选哪一本呢? 也许有的朋友不是一口气就能说得出来,可能会需要想一想,但是如果我说出诗经,应该很多人不会反对吧。 诗经是中国诗歌的开端,在诗经的时代,人们是那么朴实自然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秉持万物的规律,硬着节气而生火。 那些诗句至纯至真,天然去雕试,自有清新淡雅之美。 春天,他们感叹,春日迟迟,采凡奇奇。 秋天,他们引涌着,尖家苍苍,白鹿为霜。 除了描绘日常的生活,诗经也蕴含着人生的道理。 比如学习和工作,可以如切如搓,如镯如磨。 再比如对于他人伸出的元首,提供的帮助,别忘了,投我以木桃,抱之以穷摇。 可以说,诗经向我们展示了生活最好的样子。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诗经里的那些典雅的句子,体会穿越千年的美。 首先来看,知我者,为我心忧,不知我者,为我何求。 这句出自诗经王丰、蜀离。 王丰是王都之风,是东周王城洛邑一带的曲调。 这首诗之所以很动人,就是它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。 是啊,我们现在也总是说,能理解你的人,知道你心中的担忧和难过。 不能理解你的人,还问你是在寻求什么,折腾什么呢? 真的是懂你的人不用解释,不懂你的人也根本就不必去解释。 或许只有心灵相通的人,才有共鸣看人世间的潮起潮落,只有灵魂相近的人,才能看到彼此内心深藏的美丽。 不得不承认的是,关于理解和不理解这个问题,不管我们换多少种说法,还是没有诗经的这句好。 那么动人,一听就让人难以忘记。 再来看,起其实于避河之礼,起起取妻,避宋之子,出自尘封横门。 这句很有意思,也说得很实在。 难道吃鱼就非要吃黄河的鲤鱼吗? 难道娶妻子就一定要娶宋国的高门大族的子姓女吗? 很明显这里隐含着一个答案就是未必。 凡事讲求个缘分,有时候得不到的未必是最好的,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 百而所思,不如我所知,出自雍峰,赛池。 雍峰就是雍帝流行的乐调。 这首诗是春秋时期的许慕夫人的作品。 许慕夫人姓姬是卫国人, 她长大之后嫁给了许慕公。 她是中国文学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女诗人。 现存诗有三篇,都收录在了诗经里。 这首诗大概作于公元前659年, 当时这位夫人的母国为国被敌人所侵占。 许慕夫人感到曹义,想要去救自己的母国, 却观山重重,难以跨越, 也遭到了许国臣子们的阻拦。 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她的坚定, 果感和深深的爱国情怀。 这句诗的意思是, 你们考虑上百次, 不如我亲自跑一遍。 几千年前的这位女子是很清醒的。 是的, 考虑千百遍, 不如自己去做一遍, 行动力真的很重要。 我们考虑再多, 想再多的办法, 都不如自己亲自去实践一回。 有时候不去行动, 我们甚至连问题出在哪里都不知道, 更无法去解决。 兄弟戏于墙, 外遇其武。 出自小雅, 长蒂。 这首诗是周人在宴会的时候歌唱兄弟亲情的诗。 戏是争吵的意思, 舞这里通舞, 是侮辱的意思。 这句说得多好, 说的是兄弟们在家里争吵, 但是只要有外面的人来欺负, 大家就会一致对外。 这句可以用来比喻内部虽然有分歧, 但是始终能够团结起来, 对付外来的打击。 人有些时候不碰到大事, 不知道血脉相连多重要。 亲人是我们最重要的依靠, 不管在家里争吵过多少, 不管相互间斗过多少嘴, 斗过多少气, 当我们有事的时候, 他们总会站在我们身旁, 力所能及地帮助我们。 这就是血能与水的情谊。 西我亡蚁, 阳柳依依, 今我来思, 月雪飞飞。 这句出自诗经小雅采薇, 月雪是下雪的意思, 非非是形容雪花分落的样子。 这句诗写得非常美, 但其实他描写的是战士出征在外, 思念家乡的情感。 回想当初出征的时候, 杨柳清白, 随风漂浮, 如今在回家的路途上, 大雪纷飞, 漫天飞舞。 这首诗把时间的流逝都写在了季节的流转里。 春去冬来了, 人还在他乡, 无比思念家乡, 思念家乡的杨柳依依。 有时候, 一个变故就能让一切物飞, 人也飞了。 曾经的那些温馨的日常, 远去的那些我们的热爱, 希望有一天都能够回来。 再来看下一句, 此有酒时, 何不日古色, 且以喜乐, 且以永日。 这句出自诗经, 唐风, 山有书。 这句说的是一种珍惜当下, 该享受生活就享受生活的人生态度。 有美酒和佳肴, 何不每天谈色艳影呢? 姑且以此为乐, 一天到晚多开心。 虽然这样的人生态度不一定值得大力提倡,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精神也的确不能崩太紧。 人生苦短, 每天开心一点, 多欢喜一些, 其实也是好的。 我们都要能吃好好吃, 能睡好好睡, 保重身体, 珍惜健康, 快乐生活。 来看下一句, 这句出自诗经, 小雅, 伐木。 小鸟为什么要鸣叫呢? 是为了找朋友求知音。 小鸟尚且求有, 何况我们人呢? 谁会不渴望友情呢? 回看我们自己, 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许很久没有见到自己的亲朋好友了, 积攒了很多的喜怒哀乐没有分享, 不妨找一个周末一起喝喝茶一起吃吃饭, 聊聊生活说说心事, 毕竟我们都需要友情的温暖。 来看最后一句, 纵我不往, 子宁不来, 出自正风子经。 这句说的是, 纵然我没有去找你, 你就不能主动来找我吗? 可以看出, 诗经时期人们表达感情的率真。 现代社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反不如两三千年前那么率真和热情。 现在很多朋友很宅, 不喜欢外出, 也害怕去和别人接触。 这样的生活虽然可能也有这样的方便和好处, 但是时间长了, 人也越来越封闭了, 像是一座孤岛。 看到诗经的这句, 是否会让不喜欢主动的朋友, 积极去做想做的事, 积极去见想见的人, 追一个梦, 攀一座山。 不管最后的结局如何, 这个过程足以动人。 好的朋友们,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 这里是志愿书香, 我是宁希, 喜欢请您关注我, 还有您的点赞, 评论和转发, 也是对节目最大的支持。 感谢收看, 我们下期再会。 请不吝点赞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